最怕妈妈变了 因为妈妈等心里一直那么年轻 我还怕妈妈忘记了 在东京有个这样一家叫做上措菜的料理店 服务员们擅长弄错订单 将林宗的餐品送上桌 甚至还未收银就鞠躬送你离开 但你非但不会投诉 还心满意足地把上措的料理一扫而空 并向糊涂店员许诺下次再来 原来这家上措菜餐厅 有六位平均年龄八十岁的老婆婆 担任服务生 他们接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因此比常人更容易体验遗忘 料理店背后的店长 是一位曾经有过照顾 痴呆老人经验的电视制作人 常常见到许多意外之外的场景 比如提到阿尔兹海默病人 第一印象大多是生活不能自理 目光呆滞 然而生患痴呆老人们 仍是能够自由活动 团结照顾彼此的 但有些时候 老人们会因为身不由己的遗忘 陷入卷窥 对他们来说 过去与现在是背道而驰的两个世界 自责的神经因回忆的玻璃 变得敏感起来 对不起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情感上的反酸 是分割失败的生活 无法感同身受的苦痛 为了唤起更多人关注老人痴呆患者 电视制作人开创了上措菜餐厅 在中国另一家忘不了餐厅场面则更糊楚一些 其综艺刚播出既好评如潮 首播后评分维持9.4的高分 在观众对国产综艺苦情久矣的挣扎里 扔下一根可供攀缘的腾脉 忘不了餐厅作为全国首当 关注认知障碍群体的公益节目 由暖心店长黄博 鬼马副店长宋佐尔和帅气助理张元坤 携手五位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服务生 组成了一个忘不了家族 在深圳共同经营一家可能会上措菜的中餐厅 开启一场遗忘与守望的温暖碰撞 最开始许多人为影帝黄博的名字打开节目视频 但最终奔着黄博想去获得欢乐的 却看完怎么也笑不出来 忘不了餐厅的服务员 年龄加起来已经超过了300岁 69岁的小米爷爷来自上海 心酸能力一流 有着与飞屋环游记中的卡尔爷爷 酷似的和蔼笑容 65岁的公主奶奶做了一辈子妇产科医生 喜爱一切粉嫩少女心的事物 81岁的大乔爷爷是退伍军人 性格正直写了一首好字 79岁的葡萄莺奶奶会说四国语言 现在仍在老年大学教英文 弹钢琴学画画 69岁的猪中奶奶常常忘记自己要说什么 但她是周围人的乐观开心国 她们之中三个患有轻度的认知障碍 两个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于是上错菜不认识人记错账 都是餐厅里最寻常的情景 其实阿尔兹海默症与无缘死一般 前行在我们身边 在这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里 总是避开记忆迷途的可靠导航 忘不忘我说了算 这是忘不了餐厅中 五位老人一起从嘴里喊出来的话 葡萄莺奶奶在与外国顾客聊天时 不但敞开心扉 坦然的讲出自己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还用流利的英文发表一段让人泪目的演讲 我们没有失去希望 我们都愿意积极的参与社会活动 都想要开心的活着 我们在这里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会让我们觉得自己依然在世界上存在着 我们热爱生命 享受生活 也热爱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亲人 参加这个节目是一次尝试 我们想告诉那些和我们一样的老人 我们不能只是在家里等待死亡 我们要投身社会 做有意义的事情